是做了一个是不是首先去停止这个路销 停止这个路径 然后我们把刚才的内容给 找到刚才的一个路径 找到这个Program Bank 找到我们的MyTrile 然后再找到这个MyTrile 大家的意思是不是 我们去把这个东西改成这个UTF8 是默认它就是这里面是UTF8 这是一个客户单的配置 这里面改好住 那这个再保存一下 保存完之后呢 那现在实际上 在这里面实际上又有问题了 我们这个把这个东西启动一下 改成这个MyTrile-U 然后这个改成先退出 XIT 然后再次改成一个MyTrile-U 然后root-P 再挑一个root 是不是就直接连接进来了 这个服务就已经连接进来了 但是刚才同学说 这个里面输的是 这里面输的是一个GPK编码 那我可不可以去 我们可不可以去改一下这个Auto 叫做Auto什么东西 Table 是不是修改这个表 没有啊 那这个AutoTable改成student之后 那这个是不是再去给它改一个character set Ut改成GPK是不是 大家的意思是这样的 那刚才我们插入不成功 那是不是我们去改一下就可以了 用Z06 首先选用数据库 OK 再执行我们刚才的这个语句 修改它 修改它之后 那现在我们可以去确认一下show creator Table 然后student 我们是不是可以确认一下这个表 是不是现在是GPK的 是不是这样子的一个编码 OK 这里面是这样子 那现在我们假设把这个东西 假设我们把这个东西 Ctrl C 然后 OK 那把这个改成改成这个词义 改成这个词义 你们觉得插入成功能不能成功 敲一敲回车 能不能成功呢 现在是不是不能成功啊 那这个又是为什么呢 这个又是为什么呢 这实际上 实际上大家在后面的课程中 会有这样的一个 有一个 有这样的一个东西的 那假设我现在这个是不是 我们这个命令好像窗口 是不是一个客户端 我们这个命令好像窗口 是不是相当于是一个客户端 相不相当于是一个客户端 客户端是什么 相不相当于是一个浏览器或者一个输入的东西 相不相当于这个能不能理解 那我们今天在讲这个数据库服务器软件的时候 是不是再去给大家介绍过一个数据库 服务器啊 是不是有这么一个数据库服务器啊 是的 我们在哪里去输入这个语句呢 比方说我们在这里面输入了一个招签 我在这里输入了一个招签 那现在这个招签是怎样的一个编码格式 是不是DBK啊 那DBK它要去插入到我们的服务器中 它要去插入到我们的服务器中 对不对 是不是要走这样的一个流程 流程里面流程里面我们这个表是一个什么编码了 里面我们这里面这个表刚才我们已经改成这个DBK 那理论上说这个东西 DBK这边 呃 客户单这边传过来传的是DBK 这里是也是DBK 理论上传插的是没有问题对不对 但是它为什么出了这样的一个东西呢 为什么这里面会有这样的一个东西呢 实际上刚才我们这里面有还有一层编码 这里面这个传输过程中是有一层编码的 叫做UTF8编码 懂了没 你这里面传输的是DBK的编码 我在传输的过程中我把你改成这个UTF8编码 UTF8编码到了除气这边我存给你存的是 你这个这又是按照DBK的方式去存 所以就会有问题啊 这里面搞懂了搞懂了没 那比方说这里面DBK的编码张三的编码是 张三的编码是比方说张三的编码是 ABC那这个是在CPK的假设这样子吧 假设三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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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字啊 如果在CPK的状态下我假设用这个AA表示这个 用这个AA表示三 BB表示三 那如果在那个UTF8的状态下 如果在这个张三在UTF8的编码状态下 如果这个改成这个改成1 然后我改成这个AA 那现在张三这个这个编码在我们这种命令行中输入之后 它一个编码格式是怎样子啊 它是不是AABB啊 那现在这个传入过来是这样子 但是我在传输 我们在传输的过程中 它有一层编码 连接的时候它有一层编码 它将这个AABB 首先将AABB去 AABB在UTF8里面是不是也对应的 应该是有一个编码的 是不是也应该有对应的一个编码的 那假设就是改成这个什么01 01啊 然后这个改成什么0AR 那在到这里面是不是就是 在传输过程中 它就是不是变成01 然后01AR 到现在变成这样子的一个编码 到了我们这个服务器这边 还能不能存入进去啊 DBK01 0A 01 0A在这个DBK里面又是什么东西啊 现在是不是就是已经出烂码了 有没有意义啊 是不是就没有意义啊 那改这个文件就是告诉我们这里面 这一个东西它的编码就是改成DBK 然后到这边的话 到服务器这边 服务器软件再去做相关的一个处理 所以这里面就是没有问题了 这里懂了没 这个过程在我们的后期 这个实际上就是一个编码可视 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叫做 在我们的讲这个serv letter 在后大概第13天去讲这个serv letter 时候会去讲一个请求request request还有这个response response 会去讲这个请求 请求我响应的时候 它里面同样会有一个中文 中文乱码问题 实际上它的一个原理是一样的 那这个东西我们就是讲到这 然后我们现在是不是要还是要赶回去啊 赶回去的话 我们是不是首先还是把这个服务给停止 停止之后 那现在我们就是去找到刚才的那个 啊又要找到刚才的那个路径 找到刚才的路径是不是在这里啊 找到my circle my circle 然后找到它找到它之后再去改一下 大家可以实际上可以看到这一块内容 它是有有写的 cleanclean section 它实际上去指定 指定的一个客户单的一个编码 这个直接改成这个gpk 改好这个gpk保存一下 ok这个保存一下 刚才为什么弹出了两次呢 刚才为什么弹出了两次 大家可以查试去修改一下这个文件 实际上是一个传线的问题 在这里面的话就是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这里面我是不是没有完全控制的一个传线 有没有写入了一个传线 有没有写入传线 你们去做大家去做一个修改 肯定是应该是修改不成功的 这里面我们就是可以去点击这个编辑 然后勾选一下允许应用 点击确定 然后再确定 确定 OK 这个这个现在就是改好 改好之后我们把这个服务给开始一下 OK 这里面的话现在就是成功了 我们再来再回到我们这个页面来 再次执行一下吧 直接Ctrl C 直接退出 那我这里面的话就是mysgo-u 然后连接上 然后-p 然后root 行号 诶 use-day use-day-06 选入数据库 选入数据库之后 那把刚才的那个去再执行一下 insert 现在是不是又成功了 select-form-student ok 现在就是插入成功了 插入成功了 插入成功之后 那现在这个步骤 中文乱码的问题 还有没有问题啊 就是一个修改它 那这个刚才是启动 暂停服务 暂停把这个服务 然后去修改它 将第五就是将57行的57行的编码改成 改成 gbk 这个改成 改成gbk之后 那就是 保存文件 退出 然后 接下来就是 启动 启动这个mysgo服务 启动mysgo服务 这个是中文解决论码的一个问题